我们现在请你来去思考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说我想要去算出毛利率 对不对 出毛利率的公式是什么 我想这还蛮简单的利润销售额 那如果我这边 如果我这边我换一下 我换成这边 我再换换成什么 各类别 各类别 我们是不是有三个类别 的出毛利率 各类别 我只有三个类别 三个类别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出毛利率这边打勾 这个出毛利率 你会发现这边技术类 0.14 家具类 0.11 办公用品类 0.16 他会自动帮我去做计算 这件事情请你一定要知道 你看哦 你不现话 你就把 因为这个资料是会联动的 技术类 技术类 他只有这四种 1 2 3 4 有看到 你去看这边的 就是平均的出毛利率 是不是0.14 是不是就是这边的0.14 例如说我看家具 家具 家具这里面 因为它会联动 所以你看当我点了 家具 这边有看到吗 家具 1 2 3 4 四个 它的平均的出毛利率 是不是0.11 办公用品 一样 0.16 好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其实我今天我只赋予给他出毛利率的一个公式 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利润 利润被销售额拦除这件事 我看家具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看家具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